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由安徽遗孝堂独家冠名播出 在马维托兵殿中 华变的士兵们杀死了杨国东 也让杨贵妃相较命运 唐玄宗勉强控制住了局面 带着队伍继续出发 但是在最终的方向上 唐朝的高层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大唐帝国再次走上了一条命运的分水岭 太子立峰正是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 被部下拥戴成为唐朝的新议人皇帝 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 唐朝最高权力实现交接 究竟是湖还是霍南 布南大学韩生教授做客白人家讲坛 为您讲述谢的节目 圣坛的背影之夙宗即位 玄宗好不容易控制的局面 带着卫队又出发了 他们要到哪里去呢 到哪里去寻找唐朝的复兴基地呢 这时候他们的内部又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炒成一团 摆在玄宗面前有五条路 第一条路是杀回长安去 收复长安 第二条是到太原去 为什么呢 因为太原的城池特别的坚固 可以长期防守 第三条路 那就是到湖藏去 湖藏就是今天甘肃省的武威市 这个地方呢 可以远离战户 第四条路 那就是到朔方去 朔方呢 是朔方军所在之地 所以呢 他可以控制河西走廊 可以东山再起 第五条路呢 那就是到淑地去 这一条路是玄宗早就准备去的地方 他以前已经和杨国宗说好 就退到俗中去 但是呢 杨国宗被杀了 现在士兵们都担心 为什么还要到杨国宗控制的地方去呢 所以呢 这样子内部就争论开了 这几条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把它做一个归类 我觉得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军事上的冒险主义 因为玄宗手头只剩下一点点的卫队 凭着这一点卫队 要去收复长安 那不是郑重安禄山下怀吗 得志投罗网 如果说要到太原去 我们且不说 唐玄宗带着这一点部队 如何通过安禄山部队的防区 就是说把玄宗放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放在前线 就要调动唐朝的主力部队去保卫玄宗 对于整个反攻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第三条路 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为 政治上的逃跑主义 到了甘肃武威去 看起来是远离了战火 远离了战场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形势非常不稳 所以呢 也是死路一条 因此应该到朔方去 朔方呢 他有部队在 有朔方军在 所以朔方和孰宗 要做一个比较 这两个地方实际上就代表了 两条路线 同时也就预示着唐朝将来的两种前途 这话怎么说呢 玄宗把大家都召集来 让大家来发表意见 他并不想自己先说 为什么让大家说 其实他是想让他身边的大臣 把他心里的意思讲出来 第一个说话就是高丽氏 高丽氏赐后玄宗几十年 玄宗肚子里面的蛔虫 他都数得清 所以他很清楚 玄宗的意图 他就说了 他说朔方尽筛 半事翻农 不达朝章 竹南驾驭 也就是说 朔方这个地方 是个边缘的地方 而且呢 这个地方没开 文明没开化 可这一句话呢 我觉得是给大家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课 让大家明白理由是怎么编造出来的 怎么说呢 朔方这个地方 你看他出的阶渡是 从王宗氏 到戈苏汉 到安斯顺 到现在在打仗的郭子怡 哪一个不是赫赫战将呢 再说平定 安史之乱 唐朝最重要的将军 都出自朔方阶渡时下 我们可以数 像戈苏汉 郭子怡 李光碧 所以朔方的将士 在前方流血奋战 后面的高丽氏 竟然能编出个理由 说这个地方 初也没开化 不达朝章 这就是一个编造理由 实际上 他是顺着玄宗的心意说 他知道玄宗想到 俗宗去 俗宗有青山绿水 而玄宗这个时候呢 他刚刚失去了杨贵妃 他非常内心的痛苦 他想找一个安逸的地方 能够让他喘一口气 所以高丽氏接着就分析 到俗宗去的优点 他说 贵难虽在 但土富人烦 表里江山 内外显故 以成所料 俗道可行 他举出来的理由 四川这个地方温润 土地肥沃 这一点没有错 确实是一个 让人向往的好地方 但是呢 四川的路很难走 南北都是山险水急 出四川的路 每一条都像一条条的脚锁 把满园的春色 牢牢地锁在这一块盆地里面 所以 人家早就说过 叫做少不露川 老不出俗 当年韩戏 为了出俗 是绞尽脑汁 用了暗渡成仓的办法 所以同样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 就可以有两面的说法 在李白看来 叫做俗道难 难语上青天 那是差次难过 可是在高丽世说来 就叫做山河显故 所以呢 他这些话 这个理由完全是为玄宗说的 但是这一条路 是一条政治上的逃跑主义 这个连老百姓都能看得出来 他们听说玄宗要到俗地去 当时候附近的老百姓都涌上来了 紧紧的围着玄宗 劝玄宗不要去 老百姓对玄宗的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跟玄宗说 说公确是陛下您的家 祖坟是陛下您的根 你抛弃了这些 你到哪里去 玄宗被说得哑口无言 他回答不出来 但是他还是执意要到俗中去 所以他暗配凝视 久久都说不出话 他那些就是想到俗中去 政治上的失败 军事上的崩溃 暗于非的蚕食 这一些已经让他没有力量 再担负起这个帝国的重任 这时候已经是冬天 寒风夹杂着这个雪飘过来 玄宗在内动得发抖 他就想赶快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所以呢 他让太子去安抚周围的百姓 他自己慢慢的走 九魁老谭 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唐玄宗决定入属 实际上就是想躲避战乱 这是丧失了进取心的表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太子里亨应该何去何从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唐玄宗在马为兵变 杨贵妃被破四以后 唐玄宗已经意气消沉 只想着退入属地 躲避战火 但他这样做 实际上是抛下了家国百姓 致天下安危与护顾 太子里亨虽然明白 其中的利害关系 但唐玄宗是皇帝 他已经有了打算 太子应该怎么办呢 太子呢 到百姓中间 百姓紧紧地把他围住 跟太子说 皇上要走 您就别走吧 您留在这里 带领我们收复长安 如果您和皇上一起到赎中去 那么中原的百姓 谁给他做主呢 老百姓是越说越悲切 围上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是密密麻麻围成一片 片刻之间 太子面前就围上了几千人 太子哪里敢制作主张呢 他对百姓说 说皇上自己要到赎中去 我怎么忍心离开他 而且我还没向皇上报告 我也不能制作主张 你们能不能让我回去 向皇上禀报 是 领袖都跑光了 谁来领导群众 退往赎中的路 那是一条违背民心的路 在历史的关头 领导人一定要和民众站在一起 否则他就不配当领导 玄宗离开了民众 唐朝在这个分水岭上 我们看到玄宗显得那么的衰老 那么的苍白 他已经失去了民众 而历史的抉择在这电石火花之中 是容不得任何的忧郁 也没有时间让你思考 这个时候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的品格 一个人的胆识 所以我们教人家做事 教人家做人 一个人最重要一辈子是学会怎么做人 而不是学怎么去处理危机的技巧 你不会做人 你光是学那些技巧 你以为摆平就是水平 你肯定摆不平 因为呢 得人心者得天下 所以到术方去 那才是一条正道 不管有多少的艰难 多少的贤阻 你都应该去掌握一支部队 你有这个部队 你才能号令全国 才能调集各大阶渡市 来领导全国的抗战 所以在这个紧急的关头 领袖是一定要和民众和军队 紧紧的站在一起 旁边太子的儿子 建宁王旦 以及宦官李辅国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们呢 就拽着太子的马江绳 劝太子说 密胡犯阙 世海分崩 不因人情何以复兴 你不抓住人心 你还想重建大唐帝国吗 所以他们接着向太子分析 说现在殿下 如果随皇上一起露蜀 一旦叛军掐断了战盗 那么我们岂不是把整个大号的中原 拱手让给了叛军吗 而且一旦人心涣散 就再也寄居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想打回来 你打得回来吗 所以我们应该到硕方去 我们号令郭子仪 李光碧 派兵过来 齐心协力 才能收复两经 削平四海 才能使社稷转危为安 我们收复两经 我们清扫公雀 迎回玄宗 那才是大笑 不要在这里做儿女悲壮 说的这些话都在情在理 如果真的到俗中去 战道一旦被卡掉 四川就是一个龙困的浅滩 所以这一条政治上的淘淘主义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太子被百姓给留下来的 包括他身边的官员都劝他留下来 那么劝说的这一番道理 太子也听得懂 因为跑到四川去 跑到俗中去 这个俗中的路 一旦被叛军卡住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龙困浅滩的死地 这就是为什么 我把到俗中去这一条路 称他为政治上的逃跑主义的道理 所以太子的儿子 广平王处也劝太子要留下来 百姓死死地拉住了太子的缰绳 让他走不得 其实呢 太子也是个聪明人 他心里很明白 老百姓说的 他身边官员说的这些都在里 而且他也看得出来 他的部署都希望跟着他另立一个山头 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 你想太子已经当了二十几年的太子 他也盼望着有这么一天 这二十几年的太子 他是当得非常的窝囊 为什么呢 玄宗祭他 因为玄宗祭他 所以玄宗手下的宰相就看不起他 公然可以欺负他 你看像李林府 像杨国宗都以欺负太子来向玄宗邀宠 所以太子很明白 如果他跟着玄宗到俗宗去 他只能继续扮演这么一个窝囊的角色 但是他不能不考虑 如果他要单飞的话 他的人在哪里 他有什么力量单飞 连他的家属都掌握在玄宗的手里 现在好了 有了这么多的群众 要他留下来 民众需要有领袖 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 他以这个理由向玄宗说 玄宗是不好反对的 你反不出口呀 所以呢 太子下的决心 让他的儿子广平王处去向玄宗报告 而玄宗并没有走远 他走了一段路 停在那边等待着太子 他等了半天 也没见到太子的影 所以他派人去打探消息 结果探子回报 说太子呢 已经被百姓留下来 玄宗已意识到了 这又是一个命运的分叉道口 所以他只是说了一句话 天意 但是呢 玄宗毕竟是一个老政治家 所以呢 他回过神来 政治的智慧在他已经冷透的心里面又复苏过来 他马上命令 说把他的卫队从中抽出精壮两千人 跟随太子去 去保卫太子 等这个部队集合起来了 玄宗来到卫队的前面 跟他们说 说太子仁孝 足以担当重任 你们好好保卫太子吧 然后他派人去向太子传达 说你放心去吧 不要以我为念 西北边疆这些民族 我对他们甚好 所以呢 他们会帮助你的 玄宗做了一个这样的政治交代 玄宗呢 带着他剩下的卫队 在崎岖的山路 在安禄山追击之下 进入了四川 走在俗中的路上 越走 这个部队就越乱 因为不是为了反攻的退却 只是为了逃命退却 这部队是不愿意跟你走的 这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你会越退 越军心患散 所以士兵们动摇了 这个卫队里面的谣言士气 军情不稳 连这个卫队的统帅 陈玄礼都控制不住了 而玄宗也是一个精灵的人 他也感觉到部队不稳 所以呢 他也准备要怎么来处理 恰好在这个时候 这个从俗中送来了国家的今年的赋税 这赋税呢是十万批捐驳 玄宗一看 十万批捐驳送到 他当机立断 把这十万批捐驳摆在大庭上 然后他召集卫队 跟卫队说 说我老了 我用错人 所以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动乱的局面 我非常的惭愧 我对不起你们 现在我们只能是先避开敌人的锋芒 而你们在仓促之间跟我走 来不及告别父老 告别妻儿 前面的路非常的艰难 大家辛苦了 我深深的感谢你们 俗中这个地方 俊小地偏 养不了许多人 我现在呢 带着我的儿孙 有身边这些太监伺候就行了 现在这些捐驳就送给你们 你们就解散吧 当做你们的盘缠 你们拿回去 回到家乡以后 不要忘记带我问好你们的父老 玄宗这一通 通情达理的话 一下子把士兵都给讲哭了 所以想叛免 想动摇的士兵 都留下来了 他们想想 还是要跟着皇上到四川去 所以呢 玄宗把卫队给稳住了 稳住以后 他们好不容易进到了成都 到成都一清点 他这一个队伍 总共就剩下一千三百人 真是好端端的一个大唐盛士 就沦落到这等地步 九北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唐玄宗和太子 在马维婆分道扬镳后 唐玄宗入属 以抗安禄山判军的重任 实际上就落到了太子立衡头上 那么太子应该怎么办呢 百家将谈 正在播出 唐玄宗退避蜀地 虽然暂时躲开了战火 但实际上 也躲开了异国之军 应该承担的责任 那就是领导军队平定叛乱 而此时抵抗安禄山判军的重任 实际上就落到了太子的头上 那么太子立衡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太子这个方面 太子被民众留下来 天色已晚 大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歇脚 这个时候太子的儿子建宁王 他很有主意 他跟太子说 他说何西拢右接渡时的部队被打败了 他们的眷属都在叛军控制 之下 所以难保不会发生异变 所以我们得赶快走 而且朔方接渡时裴免 是一个名门出身 他不会叛变的 我们趁着叛军忙着在京城 强夺夺财物的时候 我们赶快离开此地 大家都觉得建宁王说的有道理 所以他们连夜赶路 一个昼夜赶了三百里地 总算脱离了险境 当然这一路也很多士兵走散了 跑了 到天亮清点队伍的时候 这支队伍就剩下了几百人 这几百人的队伍继续往前走 一路上才发现这地方官都跑光了 敌人没来 他们已经望风而逃 太子连连杀了两个太守 也杀不住溃逃的这一股风 所以眼看所过之处都守不住 所以太子只好一路的撤退 到了平梁 到了平梁 这是一个唐朝国家的牧场 从这个牧场获得了几万匹马 又在这里招募士兵 招到了五百名士兵 总算有了一点规模 一连几天 太子就驻扎在平梁 就忙着招兵买马 招募士兵 要在这里重建新军 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朔方近在眼前 你不赶快去朔方掌握部队 你在这里招兵买马 你还想建立起一支新军来评判 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可是冷静想一想 太子这么做 是有他的深意的 因为自从同关战败以后 整个全国局势不明朗 他也不知道 朔方军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立场怎么样 他不能贸贸实实的跑进去 跑进去 如果人家已经叛变了 他不是成了问中之别吗 再说 他太子来到了朔方军的家门口 你地方军政首长 你再来迎接 你不来迎接 我怎么去呢 第三点 他也不能七七惨惨的去 七七惨惨去投靠别人 那么他不成了傀儡吗 以后他怎么指挥朔方军 所以其实太子还是很有政治智慧 他在这一边招兵买马 壮大自己的实力 其实他在等待 等待朔方军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而朔方军呢 其实也在等待 因为长安陷落了 皇上到哪里去 谁都不知道 所以局势极不明朗 大家都在四面八方的打探消息 好不容易知道 太子已经来到平凉了 朔方军留守的这些将军呢 非常的高兴 他们马上聚在一起商议 他们就说到 平凉的地势虽然是很重要 但是不是大军久住之地 应该赶快到朔方来 朔方这个地方兵强马壮 粮食充足 如果把太子迎过来以后 可以北收各层兵马 西发河龙敬竹 南下收服中原 所以朔方也在等待 朔方军的等待和太子的等待 在这个时候呢 交汇在一起的 他们在等待领袖的出现 带领他们去保家卫国 所以呢 他们不但专门的使者派的出去 这使者还带来了 朔方军全体将士的名册 带来朔方仓储的战步 他们是掏心掏肺地把一切都交给了太子 让在危难之中的太子 那真的像九汉逢甘露一样的高兴 所以希望在他胸中升起来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朔方军的留守这个裴免 玄宗认命他为御史大夫 他在上任的途中路过平梁 见到了太子 他马上跟太子说 说朔方兵强马壮 你的赶快到朔方去 他所有的人都把眼光集中到朔方 这是唐朝的希望所在 朔方留守 杜弘健亲自赶来了 来迎接太子 所以太子在杜弘健的迎接下面 出发去朔方 而杜弘健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他事先已经派了很多的人 沿途的旅馆全部修契一新 备伴酒席 隆重的迎接太子 对太子说 他说您到朔方来 现在呢 是吐蕃请和 回和内赴 朔方 诚实坚固 我们可以抵抗叛军 您到这里来 从政军威 平定叛乱是指日可待 以灵武作为复兴的基地 太子的想法和杜弘健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太子呢 在杜弘健的附送下面 非常隆重的进入了灵武 酒魁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他是唐朝的下级文官 从未带过兵 在没有援军和粮草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能屡屡打败叛军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张徐守孤城 一路溃败的唐军 终于在灵武站住了脚跟 唐军建立了 以太子为首的指挥中枢 那么太子接下来 又是如何登基称帝的呢 到达灵武以后 太子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快就发生了 这一天 裴冕 杜宏建和崔一 三个人向太子劝敬 请他登基称帝 他们举出来的理由很简单 说在马尾坡的时候 玄宗就说要把皇位 让给太子 这是他们说的理由 这理由是真是假 其实我们很难去确认它 但是总算是个理由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有点奇怪 这杜宏建他们 匆匆忙忙要太子来称帝 到底是不是想趁火打戒 想另立中央 以权谋私呢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杜宏建他们这些人呢 在对太子说的话里面 已经把他们劝敬的意图 说得非常清楚了 他说现在皇上是怨倦政治 去了赎中 可是国家总得有人来领导 这是天意 天意是不可违抗的 如果殿下您忧郁 你就会失去百姓的心 那么唐朝就真的大势已去了 这么明白的道理 我们都看得出来 像您这么聪明的太子 难道您看不出来吗 太子听了这话 非常的伤心 他说平定叛乱 赢回皇上 让我伺候皇上 想天伦之乐 这才是为人成子该说的话 你们的话说过头了 这时候 裴敏就跟他说 说殿下 您当太子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您是众望所归 现在是国难当头 你应该为国家站出来 应该要有所担待 现在六军将士都来自关中 关中失线 他们日夜盼望回家乡去 你不出来领导他们 军队就会溃散 军队溃散以后 你再想把他们寄举起来 都做不到了 所以我们以死请求您登基吧 在这危机的关头 真的是需要领导人要有勇气 要有胆破 要有信心 要能给全国希望 人气不能散 人气一散 那就一了百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玄宗的逃跑主义 把太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对唐朝来说 危机就是转机 历史就在这一瞬间 大家都期盼着太子 能够牢牢地抓住他 百官都劝太子登基称帝 来领导平定安禄山的战争 这是一个历史的机会 历史的机会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他 大家都期盼着 盼望太子能下决心 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看到 这百官向太子 反复地劝劲 劝了五次 而太子的内心 在激烈地斗争 其实太子 他也很想当这个皇帝 他当了二十几年太子 不就是为了当皇帝吗 但是他不敢轻易答应 为什么 其实我们看 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 玄宗的所有的部署 都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地方 就是防着太子 最初任命的天下兵马大元帅 就不是太子 这个全国的权力 并没有抓在他的手里 他的兄弟 可以认为他是篡位 所以这就是他迟迟不敢下决心的地方 我们后面也将会看到 苏东在领悟继位以后 他一直担心 担心的他这个皇位来得不正 担心他的兄弟会反抗他 实际上后来呢 永王陵就起兵造反 这就是太子内心激烈的斗争 他要如何处理和玄宗的关系 他要如何不被人家视为篡位 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首先要能保得住唐朝 第二个现在是一个机会 他手中已经抓到了朔方军 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所以呢 太子在这个时刻 他还是抓住了历史给他的机会 他决定称帝 所以太子呢 终于下了决心 听从裴免 杜弘健 崔一等人的劝告 决定称帝 担负去领导 评判的重任 这一天呢 太子登上了林武城的南楼 没有金碧辉煌的仪式 也没有万众欢呼的铺张 整个仪式是非常的简朴 只有眼前的这些军队 可是这些军队里面 却凝聚着一股气 是唐朝复兴 重整江山的气势在这里 他要在这里恢复设计 我们只听到三军将士的呼喊 在呼叫声中 他们把自己的领袖 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而太子 在唐朝这一艘 身受重创的床上 竖起了自己的旗子 这场面 太子想起自己的使命 他当时候是热泪涌出 他宣布玄宗为上皇天帝 任命百官 组建起新的朝廷 很快他派使者到赎中去告诉玄宗 这时候我们想 玄宗当了几十年的皇帝 这个权力是非常诱人的 放弃权力 那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玄宗接到说 他儿子自己在05登基 玄宗说不出话来 我们记载上面 没有看到玄宗有任何的表示 但是在时间上我们看到 玄宗整整考虑了三天 因为这三天里面 玄宗考虑了很多的事情 太子是没有实力的 整个全国的大权都长在玄宗手里 所以玄宗如果不浪权 他完全可以扑灭太子 他只要宣布太子为篡位 太子就死定 但是如果他这么做 唐朝就分裂了 唐朝分裂 那么势必给安禄山更大的机会 所以玄宗是有能力去扑灭太子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自己忍受这个痛苦 他想了三天以后 他出来了 下了一道智书 向全国宣布 他自己为太上皇 把权力交给了太子 太子就是历史上 我们称之为庶宗 玄宗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他这个退出并不荣耀 但是我还是很想肯定玄宗 在这个时刻做出的这个决断 是他的胸襟 成就了唐朝的世代交替 完成了权力的过渡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而全国的军民都在盼望书中 能够领导他们走出困境 全国的形势 可以说是紧张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安禄山的部队不能乘胜身路追击 为什么 因为在这危难之中 还有人在苦苦的抵抗 死死的拖住安禄山的后腿 这些英雄是谁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